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济鲍博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4年4月18号星期四 奴隶假成年3月初时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洪水保险机构 Dropos面临集体诉讼 多伦多抗议者霸占铁柜 约克区两人诈领新冠不住 青少年是偷车面临制控 保守党批评预算案 Costco扫描机检查会员卡 加拿大将严查加密货币交易 下面向您回报一下今天的具体例 加拿大洪水保险计划 联邦政府表示 计划在明年实施一项 全国洪水保险计划 应急支援部长 在周三的自由党党团会议之前说 这是一个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正在研究 如何进行适当的环节 人民在受到威胁的地区 购买建造的房屋 并面临巨额费 以便他们的房屋 在洪水发生时得到保险 这是加拿大可以采取的 最重要的一步 保护全国各地方住 免售他们已经面临的气候变好 带来的金融风险 Shopos面临集体诉讼 前Shopos Drug Mart 特需经营所有者 已对加拿大 零售药房连锁店 及其母公司 老婆老提起集体诉讼 指控这些公司 对特需经营所有者 要以示 实施不安全和不到达的企业行为 以增加利益 该索费于上路向安省高等法院提起 涵盖 自2014年以来已终止的特需经营权守卫者 和安省当前特需经营权守卫者 多伦多抗议者霸占铁路 多伦多一群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 封锁了城市西区的一条铁路线 已有四人被捕 多伦多警方证实 周六下午五点之前 在Payham Avenue 有100至200名示威者封锁了铁路 不久之后警方逮捕了四名事案人员 有两名三十多岁女子 及两名二十岁男子被控非法击汇及破坏妨碍财物 约五千元 尤克区两人诈领新冠不住 日前来自尤克区Wood Bridge的两人 被控诈领安省政府的新冠救济金 安省声音表示 安省财政厅局部署借责两人的申请 涉嫌冒领小企业的新冠疫情能源成为不住项目 这其中涉及到通过伪造企业或不符合条件的企业 来向政府申请这笔救济金补贴 来自Wood Bridge的51岁居民和36岁居民 均被控诈骗超过五千元 伪造文件和持有犯罪所得超过五千元的罪名 青少年车头车面临指控 4名多人多青少年因涉嫌盗窃车辆和持枪 而面临38项指控 4月15日下月53年30分左右 警方在佛林明腾帕克附近 实施高空间车辆的拦截 并逮捕了车里的4名男性 在搜查些人的车辆后 警方找到并缴化了一支枪制 3名16岁的男孩每人被控9小罪名 1名17岁男孩面临11项指控 大部分指控都与强制有关 这名17岁的少年 而面临两项为嘴手保释定的指控 保守党批评预算案 保守党党领福利制批评联邦出台的预算案 表示新增的池子将让加拿大家庭受到影响 在祝福方面 更是造成了加拿大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对于这份新的预算案 这是多鲁多政府执政后的第九个财政池子预算案 这些新债务将让利率财政池子难以降低 并且导致通胀进一步上涨 大行将因此不得不保持更高的利率水平 而还房贷或者想要买房的人将更难 而且碳税更高意味着食品油价也会更高 福利制表示 在多鲁多政府的九年执政期内 全国癌症债务翻倍 中产阶级成了工作贫困阶级 租资房贷翻了一倍 普通住房的手付款也翻倍 Costco扫描机检查会员卡 部位会员制的过仓式零售店Costco 正在北美进行以扫描机检查顾客会员卡的计划 有关措施已陆续推广至加拿大一些分店 自今年年初以来 Costco在美国部位分店路口处设置的扫描机 要求顾客在进店时先扫描会员卡 荧幕汇报卡组照片放大显示 以帮助店员打击委会员汇水墨鱼 Costco财务通言表示 尽管只有很少会员会与他人贡献会员卡 但防止这种情况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加拿大将严查加密货币交易 联邦政府正在采取新的措施 监管加密货币交易 并授予加拿大税务局更大的权利 以应对潜在的逃税行为 财政部长在预算案中提出了这些新规则 旨在增加加密货币交易的透明度 根据预算文件的说法 加密资产的快速发展 不仅给加拿大中产阶级带来了财务风险 也带来了巨大的逃税风险 根据新更地 服务提供商需要披露每位客户 以及每一种加密资产的信息 包括与加拿大货币的兑换 与其他加密资产的兑换 以及加密货币的转移 此外服务提供商还需要向税务局提供客户的详细信息 例如姓名 地址 出生日期等 汇率和天气预报 4月18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6.2元人民币 明天4月19日的天气预报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